今天是 YouTube 小劇的日子 這是一個由 YouTube 官方發起和協會合作的小活動 每週,我們會約 10 個創作者一起吱吱呵呵 讓大家在經營頻道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有個可以被聽見跟解決的可能 之前,有其他 YouTuber 問我說 一直主持這個活動,不會覺得很累很煩嗎? 但我好像還真的沒有這麼想過 反而是覺得收穫滿多的 除了能認識到很多厲害的人之外 還可以聽到別人在經營上的小 Pebble 真的是滿划算的 這次,萊斯就分享了很多小黃油的產業知識 不愧是我大哥